Hello 大家好 我是妮妮 上次才跟大家做完春季日剧中途报告 不知道大家看得怎么样呢 各大日剧进入尾声的声势 好像越来越看涨了 例如 Last Man 全盲搜查官 第八话就有金本大我哟 而且他在里面饰演一个渣男混账东西 演技大爆发 还提升了不少收视率呢 另外还有一部蛮特别的就是 他提早了大约一个月开播的夏季日剧 《刑事七人》 是由东山季之主演的 他一开播呢 就挤进了收视率排行榜的第三名 竞争实在有够激烈的啦 所以事不宜此 我必须要赶快来消化一下 接下来准备要开播的夏季日剧们 那目前公开的夏季日剧 情报当然是满出来啦 所以鬼妮打算分批来介绍 今天呢 是介绍各大家电视台 每一天九点播出的日剧 那之后呢 会陆续的介绍其他十段的作品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礼拜一的九点 要来推荐的是 富士电视台 七月要开播的 真夏的灰姑娘 还是剩夏的灰姑娘 我也不知道 我就先暂时这样翻译 这是由生妻菜 还有监工祥太郎 双主演的日剧 那是富士电视台 推出的原创剧本哦 故事在描述 三个女生跟五个男生 在夏天的海边 编织的一个爱情群像剧 在海边长大的夏美 就是生妻菜所饰演的女主角 跟金光祥太郎 饰演的男主角闲人 他们用着自己的方式 在过生活 原本在不同的世界 不该相遇的八个男女生 他们萌生的恋情 在感情碰撞中成长的故事 共演的演员 还有神伟风珠 吉川爱 秋元丽九 Generation's的白冰亚兰 仁春沙河 以及水上横丝 女主角三七才 曾经主演过 Liar Liar 还有天气之子 这些电影作品 她在本作里面 饰演的是一位 SUP SUB讲师 就是Stand Up Paddle 在台湾叫做 力降冲浪 或者是力士华奖 这样子的水上运动 所以她的个性呢 就比较像男孩子 她在剧中呢 会帮忙着爸爸 经营破烂的商店 还有处理 所有家里的家务事 那三七菜她表示 她没有想到 自己会饰演SUP讲师 所以她非常的认真 在练习这样子的水上运动 旁边的人看起来 都觉得她非常的专业 但三七菜她表示呢 她因为自己 没有群像剧经验 而且又很怕生的她 所以会感到 有一点点紧张 但是想要藉由这部日剧 把夏天的气息 传达给大家 我的天啊 日本艺人真的必须要很万能 如果要演指挥家 就要去研究 怎么当一个称职的指挥家 演一个海上运动家 就要把自己晒黑 重点 不对 不是 同样是女生 第一个念头 就是想到会晒黑 好 好的 那男主角 监工翔太郎 他曾经出演过南波MG5 还有东京复仇者 以及最近在台湾上映的动画电影 蓝色巨星 监工翔太郎 在本剧中呢 饰演的是毕业于顶尖大学 而且在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工作的 男主角水岛闲人 他原本呢 是想要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 但是因为他的爸爸 是一位有名的建筑师 所以他按照了父母的期望 成为了一名建筑师 直到他遇见了女主角 夏美之后呢 他的心境就开始产生变化了 另外一位演员 身为风珠 他饰演的是从小和女主角 一起长大的木野将 那吉川爱饰演的是一位 憧憬爱情 沉迷于约会APP的美法助理 龙川爱梨 春元力久饰演的是 男主角从高中就认识的朋友 也是顶尖大学的同学 说话的方式 好像有一点直接的左左目修 白冰亚兰饰演的是 在这五个男生里面 状态一直都很好的山内守 那仁春沙河呢 饰演的是一个坚强 然后不善于依赖 或者是被宠坏的单亲妈妈 她的名字叫做 Ogula Lisa 应该是小苍里莎 中文好 那水上横丝 则是饰演一位 对海上解说员 一见钟情的早川忠佑 感觉还蛮有趣的 那这三位女生呢 是从小住在海边 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那男生组呢 则是在东京 然后为了要满足父母的期望 而进入一流大学 各自走上各自的道路 过着优等生班的日子 那这八个男生女生呢 在种下的海边 命运的相遇 各自拥有各自的爱情模式 在成长的同时 碰撞出错综复杂的情感 听起来真的还蛮有趣的 那在剧中 他们的定装打扮 男女主角就是 感觉非常的清爽阳光 第一个印象就有着那种 不可抗拒的身高插萌 对 而且剧组感觉非常的有趣哦 他们在上周 还帮6月11号过生日的 男主角 兼工祥太郎 庆生 可以在本作开设的 各种SNS上面 看到演员们的影片互动 那本作主打的 就是要带给 观众们最棒的 夏季恋爱氛围 我个人觉得啦 这应该是在近期的 日剧中比较少见的风格 对啊 那我个人的话 还蛮期待生气菜 他海上运动的场面 还有他到底会晒多黑 不是 以及他应该会跟 男主角金光祥太郎 以及青梅竹马 神尾风猪 会有三人的 诶 纠葛的感情戏 我猜的啦 我猜的啦 但说不定 五个男生会 变成为BLG 诶 哦 好 另外我觉得那个 沉迷于约会APP的角色 感觉也蛮有趣的 期待一下 好的 接下来是 礼拜二 火药日的九点 朝日电视台 将在7月4号开播的 执行狗和我和执行官 这是由伊藤沙利主演的 这也是他第一次主演 黄金时段的日剧哦 恭喜 那其他的主要人物呢 还有饰演小元素的 志田玉二 以及CSEZONE的 中导剑人 本剧呢 是以日本耳熟能详的 职业执行官来作为主题 诶 有耳熟能详吗 我是不知道耶 好 他的故事就是在描写 受到小狗喜欢的女主角 吉野光 他因为他的特殊能力 受到了执行官 小元素的信赖 辗转成为执行助理的 一出法律喜剧 执行官到底是什么啊 应该就是日本地方法院的一些职员啦 他们的工作就是强制执行那些法院判决之后 未被执行的任务 例如房屋交付啊 或者是不动产的扣押 子女的遗疾等等等等 涉及的工作项目实在非常多哦 那个性开朗非常友善的女主角 辞去了原本的工作 来到了东京之后呢 他决定找他梦寐以求和宠物相关的工作 没有想到那一家公司就被法院裁决了 而且宣布破产 于是女主角他就失去了工作 有一天呢 有一位很怕狗对狗苦手的男主角 就是知田育儿饰演的小元素呢 他发现了女主角拥有被狗喜欢的能力 于是就开启了两人的合作模式 那女主角就进入了执行官的世界 在作为狗担当的执行助手的过程中呢 他见证了许多事件 还有那些人的重启生活 伊登沙利是近年来最受瞩目的年轻演员 但他其实从九岁就开始演戏了啦 他九岁的时候出演了人生中第一部日剧 十四个月回到小孩的妻子 后来还有出演什么女王的教室啊 改造老师大作战啊 误说是推理啊 2021年还以大豆田永久子 与三个前夫的旁白 荣获第108届日剧学院赏的特别赏哦 他也有出演过很多动画电影 例如《伶牙之旅》里面的《二之公留美》 就是伶牙从爱园搭便车去神库 在公车站遇到的小酒馆的那位老板娘 我在猜台湾的剧名应该对他 在误说是推理里面的警官角色 扎实又自然的演技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伊藤沙利说他收到本作的提案时呢 他才了解执行官这个工作是什么 是吧 对啊 所以对他来说很新鲜 而他的搭档支田玉二 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明星一样 是从小看到大的 我也是 小时候就觉得有点喜欢支田玉二 有点粗犷呆猛的那种feel 那伊藤说他遇到支田玉二之前 他都非常的紧张 后来才发现他是一位非常健谈的人 那参与本作的CC Song的中导剑人 也表示一开始要跟支田玉二共演 真的也是非常紧张 不过日剧开拍之后呢 中导剑人会和支田玉二 一直在讨论一些戏剧的事情 跟他讨教很多演技的建议 他们在拍片的时期都相处得非常愉快 那支田玉二觉得中导剑人 是一位会让他越来越期待的演员 那在本剧中呢 还会有很多的狗演员 听说他们的演技都非常好 那我觉得怕狗的男主角 跟狗狗们的互动 绝对是本剧的一大看点之一 本作呢 就是以大众普通生活中不太熟悉的 执行官来作为题材 那剧中的角色个性非常的丰富 台词轻快明亮 透过执行官这个职业 来了解各种形式的爱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是一部人人都能观赏的流行职业剧 推荐给大家 好的 接下来是礼拜三的九点 是紧接在景之园快宴主演的 特搜九第六季之后 已经在六月七号朝日电视台开播的 刑事七人 是东山祭之主演的日剧 那很特别的是 在特搜九最后一画 东山祭之也特别出现了 和景之园快宴共演 有一种接棒延续的感觉 而刑事七人第一部 第一季呢 是从2015年7月15号开播到现在 已经来到了第九季 那他的故事在描述着 执着于时间之谜的个性派刑警 天树优 他攜手六位搭档 组成了七人刑警组合 透过对案件发生的时间线的连线 致力于缜密的搜查方式到处奔走 共同解决各类案件的故事 本季参与的其他六位演员 还有北大陆新演 吉田钢太郎 总本高史 田边陈一 白周迅 小龙望 本作维持的剧集一向作为一部 重磅人性剧的真实快感的同时呢 精彩地描绘了隐藏在犯罪背后的人性弱点 还有复杂的心理 预计这一季会很好打 东山祭之他就有说 刑事七人在这一季提前了一个月就开播了 在第九季里面呢 他们想要表达的是新任调查组成员的团队力量 还有使命感 在保有自我情感的同时呢 去追查案件 过去还有现在焦急的故事规模 非常值得一看 东山祭之还有说 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 他觉得事件不是过去 而是永远在当下 希望我们不仅可以扮演刑警 而是真正从受害者的角度立场出发 他说 人类总是在某个时候面临抉择 而软弱就是人性的一种 所以想知道在这样的冲突之后 天树是否会从刑警的职业中隐退呢 敬请期待 本集有重大的变化 比如苍科加奈饰演的《水田刑警》毕业了 那饰演新进人员陆敏的《小龙望》加入了演出阵容 东山祭之非常期待睽違一年后再度和《小龙望》合作 他也很期待婚后的白周迅 会带着什么样不同的新进来出演 此外 他说第九季虽然比平时提早开始了 但他相信如果是一部好的作品 无论何时都很适合大家来观赏 社会并不总是相同的 那我们所处的状况跟思维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他说他希望第九季会是浓缩的精华版 请大家一定要收看 好的 以上是鬼泥杰露东山祭之前辈 他在开眼前的访谈 发言的内容还真的蛮像社会人士成熟的大人 不过这样听下来不是感觉还蛮贴近真实的社会 我自己有看了第一集 个人觉得稍微复古温暖的色调 就很像日本电影风格 那拍摄的手法 尤其是人物的摄影角度还蛮憋出心裁的 剧情的部分呢 就是会出现很多刑警啊 法律的一些职场的用语 有一点紧张感的办案步调 搭配着不同角色还有演员们的风格 在严肃的剧情中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轻松有趣的场面 如果你有看过本作的话 欢迎在底下和我们分享观后心得 那接下来是礼拜四九点 即将在朝日电视台播出的 哈亚布萨消防团 中文应该是损消防团 是由今年晋升人夫的 宗春伦也来主演 本作改编至 池井护润2022年出版的小说 损消防团 他就是写出半折直速 下丁火箭等大作的小说家 故事在描写一位推理小说家 三马太郎 他希望过着远离成宵 舒适平静的生活 于是他就搬去已经过世的父亲 所居住的笋地区 然而却因为加入了当地的消防队 在山间小村庄中被卷入了连续纵火 居民可疑死亡的恐怖离奇案件之中 为了追寻真相的太郎 却意外发现潜在村庄深处的巨大阴谋 女主角是川口春奈饰演的 他跟男主角三马太郎 一样是从东京移居到笋地区 他是一位影像导演 他叫做丽木彩 这是两人睽違13年后再度合作的作品 上次和中村共演的作品是 不良在于眼镜妹 当时的川口春奈只有15岁 那在本剧中呢 三马太郎一见到女主角呢 就对他产生了兴趣 但实际上呢 这位女生有着与村庄阴暗面相关的 令人震惊的过去 春奈他有表示过 他从小就是在长崎县的乡下长大 所以对剧中那些村庄的人际关系 非常的有感 那在田园中发生的一些 不寻常的怪奇事件 会让人非常的毛骨悚然 他说光是阅读剧本 就感觉非常有趣 非常期待这个世界观 能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 除了男女主角之外 一起共演的演员 还有满岛战之界 古川雄大 三本根史 深赖胜久 本作预计在7月13号开播 那接下来的礼拜五 礼拜六的九点 电视台通常都会排定 综艺节目 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一些节目 或者是新闻 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了 我想你们应该不会坏心到 要我帮大家整理出 周末的黄金时段 日本各大家电视台 都在演什么吧 不要闹了哦 好 最后我们来到 周日的九点啦 是的 半折之数 借雅人回来了 好 这个是TBS推出的 Vivando 共演的演员阵容 还有阿布宽 二阶堂赋美 综版桃李 一所广司 好的 预告一出 就引起了大家热烈的关注 冒头文案就是 是敌是友 是友是敌 冒险即将开始 这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标语 作为前导 接着他们释出了 40秒非常吸人眼球的预告片 而且公布将由知名导演 福泽克雄来操刀 神奇的演员阵容 一公开就让日剧迷们 非常的兴奋 那Vivando呢 是借雅人 睽違三年之后 再度主演 TBS黄金时段的日要剧场 他除了表示很期待 跟其他演员合作之外呢 他还笑着说 作品一切保密 如果在路上遇到我的话 请不要问我任何细节哦 很神秘 好哟 那导演福泽克雄呢 就是过去曾经指导 伴哲之数啊 陆王啊 夏丁火箭啊 东大特训班二啊 这些快智人口的话题日剧 那Vivando这部日剧 是由他亲手写的故事 他说他在某一次 偶然在广播里面 听到的一个话题 他觉得非常有趣 因此发想出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 不过他也表示 Vivando这部日剧 他不知道该怎么定位 嗯 可能是日本至今 没有看过的影剧类型哦 他说身为导演的自己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而其中的演员 松板桃李 他是自告奋有去报名 参加本剧的耶 你看这部作品 有多厉害就有多厉害 还可以看到很多观众留言说 大叔们要来拯救日剧收视率了 收视率如果不到20的话 会对不起这个阵容吧 全部都是主角等级的 我们以为是在拍电影 而且大家都在猜 Vivando到底是什么 好的 Vivando在法文中呢 有活着的意思 那官方也推出相关的活动 让大家来预测 上周呢 好不容易释出一张剧照 那照片的内容却是一张 没有人的监牢铁栏杆 谢谢哟 要不然就是什么风景照啊 或者是一只带着 具名样式红布条的黑猫 到处去神社囚签啊 或者是找占卜师算命的照片 很可爱 看得出来 DBS又要来骗大家钱了 我跟你说 我想买 大家都有看到我在影片上面放的黑猫照片跟影片吧 要不然满十人 鬼尼就开团 想要的朋友请在底下留言区打夹 咦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鬼尼帮大家整理出来的夏季九点档日剧 那我个人的排名是Vivando第一名 接下来是执行狗和我和执行官 还有真夏的灰姑娘 不知道你的第一选择会是哪一部呢 请留言告诉我 接下来还会有2023年一周份十点的新日剧 以及深夜剧的介绍 欢迎最终台日哈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及时掌握鬼尼和大家分享的日本娱乐动态 那在这边就要先跟大家说晚安咯 我是妮妮 我们下次见咯 再见